好 今天想說一個概念叫效率 效率其實只不過是供應和需求的延伸 我們再深入一點 我們看看需求即是消費者 消費的時候會有什麼得益 這個大約四個單位 我們逐個單位去看 所以一個概念就叫邊際 簡稱MB來自英文Marginal Benefit 以後我們畫需求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多一個符號叫MB 順便畫完而已 今次我們集中從數量方面去看 這裡大約分開 當這個物品是可樂 大約有四罐 其實消費者邊際 即是每一罐 即是每一個單位的得益是多少 我們會用面積來表達 例如第一罐這個面積大約是10元 什麼意思 即是說你喝第一罐可樂 例如跑完步很爽 帶給你的得益 其實這個面積就是10元那麽多 第二罐哪個意思 即是說每增加一單位 第二罐的得益是多少 其實即是這個橙色的面積 你看到是小了些 黃色的面積是大些 我們說第二罐 帶給消費者的得益就是8元 如是者第三第四罐 我們都用面積去表達 如是者你發覺去到最後 喝到第四罐 消費者在邊際上 即是說單獨第四罐已經沒有什麼得益的了 所以理論上就算不用錢任他喝 他都是喝到四罐就停的了 因爲已經等於零了 我們經濟學是沒有負數的 我們不滑下去了 其實邊際即是每單位 跟著我們加起來就叫做總 其實喝四罐可樂的總得益 就是這個大的三角形 即是把四個單位加起來 就是消費的總得益 但是實際上可樂是需要買的 給錢買要付出的 我們拍下去價格去分析 好我們需求之前學過的 當價格是P1的時候 我們就會購買Q0 那消費者買Q0 其實個總得益是多少 剛才說過是邊際得益加起來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整個梯形的面積 所以一加二就是個總得益 但不要忘記這次我們正常來說 買東西是要付出的 付出一個價格 舉個例子可樂是5元一罐 這個其實價格成我們買的數量 就是有個名叫總支出 概念就是我們買一罐可樂 其實喝下來很爽的 值10元 但是我們只是付出5元 就已經得到這個滿足了 我們說減完之後 我們有個三角形的面積 就叫做消費的淨得益 正確的名叫做消費者盈餘 我們理解到消費者 消費的時候 的得益減回付出的價格 剩下的面積上就是這個三角形 就叫做消費者盈餘了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其實我們解釋能力會多了 以前我們說減價 需求定律 消費者會買多了 其他情況不變底下 但這次我們可以說多些東西 你可以問其實消費者 在這個減價買多了的情況底下 是好了還是差了 我們說是好了為什麼 因為當以前貴的時候 他買其實他正得益消費者盈餘 是一個小的三角形 大家價格便宜了 消費者買多了 怎麼表達好了 在P2低的價格底下 其實他消費者盈餘 是多了這個面積 是一個大的三角形 所以我們可以說多些東西 就是說如果一些東西減價的話 消費者其實是好了的 我們看一看一些題目 看看同學懂不懂做 或者可以停下畫面先 好了我們就比較一下 當價格等於5元的時候 如果你發覺得益是8元 你當然會賣 因為減完付出的5元之後 你還有3元的得益 是不是 好了第二件買不買 得益是5元 但你只是比出 得益是7元 但你只是比出5元 其實你還有一個正得益的 那就是2元了 好了第三件買不買 好了得益是6元 但只是付出5元的價格 那你還有1元的正得益 叫做消費者盈餘 好了 第四件買不買 其實我們說在邊際上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得益的了 你給出5元 去買了一件東西 才是得到5元的得益 那我們說其實是0而已 可買可不買 那最後剩得益呢 就是消費者盈餘 即是消費者盈餘 就是6元了 好了現在價格升了 要付出6元 第一件買不買 都有8元的得益 那減回8-6還有2元的消費者盈餘 好了第二件買不買 得益7元要付出6元 只是獲得6元的得益 我們說邊際上是打和的 其實可有可沒有 但最後加上剩得1只剩3元 所以最後的答案呢 就是多了減少3元 好了從生產力角度 其實可樂公司做些可樂出來 買不買 賣給你 它也有錢賺的 那概念就叫生產者盈餘 或者叫利潤 我們這次加多一個概念 其實供應 應該就等於MC 即是邊際成本 MC是來自英賓Marginal Cost 即是說邊際 剛才說了 逐單位去計的 舉個例子 例如生產第一個單位 只是這個單位的成本 我們用下面的面積去計 好了 生產第二個單位的成本 由於以可地化供應 我們就說 供應是S 我們加多一個概念 就叫MC 即是說每一單位的生產成本 同時也是 好了 第二個單位的生產成本 是多少 好了 下面的面積 好了 如是者 做第三件 從供應商的角度 生產成本 是多少 好 就是第三個面積 逐個單位我們的概念 就叫做邊際成本 好了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可以說多些東西 以前供應從生產量的角度 多價格等於P1 生產商就做Q1 這麼多 今次我們看深入一點 就是說 其實1加2是什麼 做了Q1 收P1 我們說 正方形或者長方形的面積 其實就是總收入 好 第二個概念是什麼 一個梯形的面積 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MC 即是說每生產一件的成本 現在我們做了Q1這麼多件 將這麼多件 每件的成本加起來 我們的概念 就叫做總成本 好了 將賣出去的總收入 減回我們 加起來的總生產成本 我們多了一個概念 就叫做1 這個呢 剛才那個叫做消費者盈餘 我們這個概念 就叫做生產者盈餘 或者再簡單些 簡稱利潤 都很容易理解 其實 可樂公司做一貫可樂出來 成本只不過可能1元 但賣出去可樂賺多少 收來5元 5元 生產成本1元 中間那個距離 賣個利潤 同樣道理 第二貫就算成本再高些 3元 我只要買出價格5元的話 5元減去3元 仍然都有利可圖 如是借呢 做Q1的面積就是 總收入減去總成本 剩下三角形 就叫做利潤 多了這個概念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更加深入的分析了 以前就是如果價格上升 供應商是會做多了的 這個是基本的供求分析 但今次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就是說如果價格貴了 好我想問生產者 好了還是差了 我們答案說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它是賺多了的 當價格是P1的時候 它的生產者營餘 只不過是一個小的三角形 好了現在價格貴了 它做多了呢 其實你看到它是賺多了的 就是多了這個部分了 黑色的部分是整個大的三角形 所以其實多了這個面積的 我們試下做一些歷介的題目 看看同學懂不懂做以下這一題 好我們先看第一個選項 其實它是問回之前的供求分析 競爭性的需求 又有第二個名叫代替品 互相替代的 好例如小巴減價 小巴的需求量就會增加 搭多了小巴 但同時呢 巴士代替品的需求都會跌的 因為人們搭了小巴 就不搭巴士 需求跌 所以巴士的價格會下降 所以下降是正確的 這是基本的供求分析 好第二項 聯合需求又有第二個名叫相負品 特點是要一起使用的 舉個例子 例如X是汽車 汽車便宜了 汽車的需求量增加 但聯合需求會導致Y 是汽油的需求都會買多了 汽油需求多了 汽油的價格和數量都會上升 其實就是好像上面的例子 價格和數量升了 其實生產者是賺多了 所以生產者的營餘是不應該下降的 所以是錯的 好第三項 競爭性的供應 即是說他們用的原料是互相競爭的 做到一樣 拿了資源就做不到第二樣 我們看看例子 如果X是菜心的話 菜心價格下降 菜心的供應量就會減少 人們便不中菜心 好 拿塊地會怎樣 拿來種白菜 白菜的供應會增加 所以導致供應多了 白菜的價格會便宜了 白菜價格便宜了 消費者仍然會怎樣 答案便多了 希望同學還記得 剛才我們說 一樣東西便宜了 消費者買多了 其實消費者仍然會上升 即是我們上一月過頭 變得更為多 所以第三項上升是正確的 好的 第四個概念叫聯合供應 即是X 和Y 會同時增加同時 смыс是顏 另一件事的副產品 舉個例子 例如牛肉的價格下降 會生產少了牛肉 聯合供應即是牛皮 大家牛皮是副產品 生產少了牛肉 牛皮的供應都會減少 都要學過了 供應減少 價格是會上升 數量是會下跌的 那怎樣影響支出 價格上升買貴了支出增加 但數量下跌買少了 所以支出會減少 所以最正確答案 因為我們不知哪個多些 所以答案是不確定 視乎我們之前學過課叫彈性 所以下降是太過無段 是不正確的 所以答案就是A1和3 這條難的地方 其實大部份都是問回 之前的供求分析